能被斯科特阿金斯如此夸奖 托尼甲到底有多牛 托尼甲被功夫影迷之外的观众熟知 是因为一场篮球比赛 在一众身材高大壮硕的欧美篮球运动员的衬托下 来自泰国的他显得有些娇想 但千万不要被这个个头不高的男人的外表给骗了 他可是个非常厉害的泰拳高手 开始时 有的观众还在交谈 有的将目光锁定在他喜爱的篮球运动员身上 然而 随着托尼甲开始展现泰拳 观众们瞬间被他吸引了 他的一招仪式充满力量 动作迅速而干净 爆发力惊人 每一次出拳 每一记鞭腿 仿佛都能听见带起的烈烈风声 十分震撼 紧接着 几个高壮的汉子开始跌落汉 站在同伴肩上的男子手中高举一颗篮球 一切准备好之后 托尼甲奋力一跃 高高腾起 在空中准确无误的降 这个距离地面3.5米高的篮球踢飞了 现场观众看得目瞪口呆 煞是尖 尖叫声 喝彩声响出了整个体育场馆 其实 托尼甲之所以有这般成就 源于他从小就开始的艰苦练习 和对武术由衷的热爱 小时候的他很喜欢看功夫片 有一次看到了成龙的电影后 他被里面精彩刺激的武打场面 颇具特色的功夫招式 和别具一格的表演方式震撼了 于是他就将成龙当成自己的偶像 还立志要和成龙一样 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武打明星 当时在泰国 帕纳日提克莱 是非常有名的导演和武术指导 他自己也曾出演过多部电影 十分受泰国影迷的喜爱 托尼甲就是众多影迷中的一个 只要时间允许 他就会到帕纳的拍摄现场 进行观摩和学习 并希望帕纳能够收自己为徒 正所谓京城所至金属为开 在日复一日的执着坚持下 帕纳终于被打动了 就这样 托尼甲开始在帕纳门下学习武术 和电影拍摄制作等相关知识 眼看徒弟学有所成 帕纳非常满意 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些路人甲 或者是演员替身的工作 托尼甲很激动 每一次出手都是非常的认真 但他却忘了 和自己演对手戏的演员 不全是会功夫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他师父那般厉害的身手 所以托尼甲的认真换来的 就是对手演员的不断不伤 看着自己这个在无数方面天赋异禀的小徒弟 帕纳十分头疼 虽然很喜欢 但其他演员受伤可不是小事 无奈之下他只能取消了托尼甲 在剧组的所有演出任务自己还想当功夫巨星呢 被禁演了可怎么行 于是托尼甲开始仔细研究 实战和拍戏中动作招式的力度差别 努力让自己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 还能完成武打动作 为了能够减少攻击力 合理把控力道 他将自己放在寺庙内每天打坐面壁 并认真参禅 让自己冷静下来 几年后 在无数次尝试和练习中 托尼甲终于能够自如收放力度了 托尼甲的努力和坚持 终于让他完成二十的梦想 1994年 托尼甲和他的恩师帕纳联手 打造了功夫电影《拳霸前传无敌杀兽》 这是托尼甲担任主角的银瓶首秀 2005年电影《东英宫》上映 他将古泰拳和跆拳道的招式进行了融合 设计出了一系列非常有特色 有看透的动作 那个凌空而起 旋转720梯的动作 更是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 自此之后 托尼甲的知名度渐渐打开 许多优秀的动作明星都跟他合作过 我一直想跟托尼甲终于能够工作 因为他看到Rong的背景 我一直看他和Donnie Yen 托尼甲在电影中力求展现格斗的实战性 力求武打动作的真实 和甄子丹的电影理念非常契合 在杨兰的一次访谈中 甄子丹曾表示 如果问下一位和我合作的演员 谁能给我带来最大的冲击 和起到完美的化学作用 那么我希望是泰国的托尼甲 节目中 甄子丹毫不犹豫地肯定了托尼甲的功夫 而且他认为托尼甲的武打风格 和电影的武打风格 与80年代的香港电影非常相似 所以他很期待能和托尼甲有合作的机会 为什么呢 问一个理由 因为他的身上非常好 本身的那个武打的风格也好 他的电影的武打风格也好 除了甄子丹 斯科特阿金斯也曾表示过 非常期待和托尼甲合作 因为之前他已经和成龙 李连杰都有过合作了 但他觉得这两位顶尖人物 因为年纪的关系 在速度和力量上都不如从前 当时他认为只有托尼甲和甄子丹 才是东方人最厉害的功夫明星 斯科特阿金斯如愿与托尼甲合作了对手戏后 他很激动 并表示两人的对战戏本让他感到很兴奋 托尼甲的速度和力量是他见过的最强的人 采访中 斯科特阿金斯都很兴奋 谈到托尼甲时 他眼里更是掩饰不住的赞赏和钦佩 拍摄速度与激情七十 范迪赛尔被托尼甲的绝杀剂震撼得连连惊呼 杰森斯坦森也因为与他的合作 感到愉快而频频露出笑容 素有功夫皇帝之称的李连杰 对托尼甲的印象也非常好 他曾经和托尼甲一起互动 并将合影发在微博上 还在一次发文后特意艾特了托尼甲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他的看重 并寄予厚望 托尼甲的优秀还引来了 自己偶像成龙的关注 在一次采访中 成龙很开心地表示他知道托尼甲 而且认为他很了不起 成龙还说他认识世界上很多功夫明星 而托尼甲在这些人当中非常突出 无论是武打动作还是跳跃方面 都做得非常好 你认识托尼甲 是 相信托尼甲听到偶像 这样毫不吝啬地夸奖和肯定自己 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托尼甲成名并得到同行和前辈的肯定后 依旧保持初心 在功夫电影的路上努力拼搏着 据传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 没有明星架子 这点得到了一项以毒舌著称的金星老师的肯定 能让金姐不挑刺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还能让他从头夸到尾一个人 这就更加难得了 姐姐我呢 手里拿了个铁棍要打他 就这个铁棍打头打了棒的小时 金星曾爆料 他和托尼甲合作电影东京宫时 托尼甲的片酬已经达到了200多万美金 但在拍摄过程中 他从不多说话 也不强迫导演改变剧情什么的 对于导演不满意的部分 虽然是主演 但托尼甲仍然会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拍摄 直到导演满意为止 而且他很尊重和自己演对手戏的演员 不管对方是新人还是群演 他都会陪着一遍又一遍的给对方搭戏 托尼甲在拍摄电影中不光真挨打 不用替身亲自上阵 他所有的武打动作都是亲自完成的 多年的电影拍摄过程中 他从来没有用过替身 这点倒是和偶像成龙一样 据与托尼甲合作过的演员说 电影中不管是多么难的动作 他都会亲自上阵 只靠自己扎实的武术功底 和对身体和肌肉的准确控制完成动作 托尼甲的经典动作横空旋转 720度踢腿 很多观众都以为是电影特效 但事实上这就是他自己完成的 没有借助任何道具 也没有进行任何技术加工 目前为止 还没有其他武打明星 能独立完成同款动作 近几年来 托尼甲在电影中不再出演男一号了 更多去塑造一些配角 甚至是邪恶的反派配角 虽然戏份减少了 但他的武打风格和经典动作 却被越来越多的观众记住 知名度不见反增 他也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泰国李小龙 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功夫巨星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就结束了 对此你们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鸡舞娱乐 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个订阅 下期内容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